全球的华人同胞,海内外同胞,大家现在好 近期,国内发生了一些群体事件 人民期望政府解决疫情产生的问题 他们采取了各种行动,表达了诉求,反映了意见 政府也立即回应 这是人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我看到新疆基层领导亲自与市民对话 解决特控群众的生活难题及其他的减免措施 我也看到北京禁止、应子隔离、应子围党等措施 封堵、消防通道、单元门、小区门 明确临时管控时间 原则上不超过14小时 北京及时准确地回应民意是很好的 这些很值得点赞 希望全国推广 至于上海一小部分人 想通过疫情问题 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虽然是他们的自由 也符合中国宪法的精神 但我完全不认同他们的极端政治诉求 一旦把两件事混为一谈 事情就变味儿了 就转移了矛盾和视线 现在有人对上海发生的事 定性为颜色革命 是不是什么革命 我想需要官方定性 凭心而论 习近平带领中国 这近十年 中国中国国力有很大的提升 办成了很多以前 办不成的大事 也得罪了很多人 宁可得罪千百人 不负十四亿人民 中国是人口大国 老龄人口很多 地区发展不平衡 北上广深的医疗资源 与西部广大农村的医疗资源 是有极大差距的 疫情防控 既是经济战 也是政治战 假如全面开放 准备死多少人 这笔战 算在谁的头上 如果 严防死守 疫情防控 捆住了经济发展大局 产生了极端的社会动乱 这笔账 又算在谁的头上 如何权衡利弊 考验政府的智慧 好 谢谢大家的聆听